愛我們的父神 謝謝你的恩典保守永平阿慰 7月17日親戚成年禮東北風 7月10日雙親翻路教委短宣 7月18日到22日社區夏逸林 這些事侯順利圓滿 謝謝你的恩典將您在我們的身上 在夏日主日 8 月 7 號 有眾多兄弟姐妹即將舉行行禮 求主使他們的生命能從聖女而生 每天在上帝的營底下成長 堅守上帝的話語 做主光明的女兒 我們誠心祈求天父上帝 事物於永古教會的每個小肢體 及環境的事工 都成為福音的祝福 今日通過洪牧師的口 帶來新的信息 完全的愛 置入我們的心裡 將憂傷變為喜樂 將懼怕變為力量 因為耶穌是永恆唯一的盼望 我們一起來工讀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敵的禮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子役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即日是美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得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失態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 而是我們遇見失態 如同行在祖子上 祖母ゆ清 祖父有新的 autosu 在祖父上的祖父上的祖父 down 尊敬 今天的聖經節 記載在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十四節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節 我們一起來念 請 耶穌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小兒子對連父親說 父親 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過了不多子日 小兒子把他給所有的都收拾起來 我幫你放去了 在那裡跟任意放到 他賣給資產 既已拋棄了一切所有的 都遇到那地方發照西方 就衝不起來 於是 以後把那地方的一個人 那人打發他到鐵裡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甲衝擊 也沒有人求他 他醒悟過來 又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苦苦風 口糧有餘 我倒在這裡二十嗎 我要起來 到我父親那裡去 向他說 父親 我得罪了爹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父親卻分手 而我當作一個苦風 口糧 於是 以後來 往他父親那裡去 鄉底還遠 讓父親看見 受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井上 連連連理罰欺准 兒子說 父親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父親卻吩咐仆人說 把那傷好的袍子 拿出來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肚頭上 把鞋穿在他的腳上 把那肥油肚 竟然宰了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神父的 勢而作者的 他們就快著起來 但願神父他所說的話 接下來我們講到今天 侯牧師要透過浪子的比喻 來專講完全的愛 我們將來下時間上給牧師 我們要試試試試試看 我到了 鼓鼓鼓的